新聞開始來關心 中華一名五十歲 離婚艾滋病的毒品 當一款 無用別人的新聞和健保卡 到便宜看賓 結果比以後人員失敗報警 警方報告現場 準備上人逮捕時 南主不再去做逮捕 也還要威脅說要用火 噴環境的傷口 後來環境和保存 四人合力更嚴峰最好 白鷹禁時期 接著一名申請八十三戶的南主 準備要走出白鷹的門口 香港不要讓環境 是正前來捏人 南主看到健康 是馬上來繞跑歡空 不過上次的恐慌是 這名毒品 同一款有愛滋病 為了三票健康的堆疾 又為了要用火來噴環境 如果被血液噴見到 那本身又有傷口的話 第一個 趕快用清水 大量劑子來沖洗 第二個用酒精 點酒來消毒 然後第三個 每三月八半年 到醫院來 最終連續兩年 就可以大概防患 它愛滋病的產生 不過環境只想要抓人 也沒煩惱這麼多 須後才發覺手機有療痕 後來以後患患的時候 不然我去手機也不敢打理 目前這名環境 也已經去病院檢查導致 粗暴檢查是重現因事 拜託感染 但要是要體重觀察 大中華新聞 國務院中央 招紅伯德 感谢观看